关键时刻 俄罗斯为什么要邀请美军参观俄新武器 为什么美国人参观之后 会被迫承认普京总统说的话 予以了解详情敬请关注 伊拉局势目前还在胶着之中 叙利亚局势却一边倒的向俄罗斯倾斜 北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法国总统宣布北约恼死亡 分析指出 当前美军围堵俄罗斯的战略 正处在最脆弱的关键时刻 俄罗斯将赢得在苏联解体之后 对美国的首次战略性胜利 有意思的是 这个时候 俄罗斯人再次做出一项大胆的动作 将自己的超级武器展现给美军 11月27日 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国防部邀请美军人员 访问莫斯科参观俄军军营 俄军向美国人员展示了先锋高超音速武器 这款武器是2018年3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的 后续在2018年12月 对全球公开了该武器的试射画面和测试结果 数据显示 先锋高超音速武器最高时速高达27马赫 也就是时速33000公里 要知道莫斯科距华盛顿只有1639公里 也就是说 先锋全速飞行的话 三分钟就可以从莫斯科抵达华盛顿 其恐怖可想而知 就在美军人员参观俄军营之前 美国人还在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 关于先锋的声明 是伪造了一款新武器 同时指俄军方公开的试射画面 是不存在武器的廉家动画 然而就在美国人在看着廉家动画的时刻 俄罗斯人掀开了幕布 告诉了他们这是真人表演 在参观了先锋高超音速武器之后 华盛顿被迫成人 普京总统说的都是真的 俄罗斯人不仅拥有最新的高超音速武器 而且改武器出现的时间 早于看起来技术更加发达的美国 俄罗斯这一大胆动作在西方也产生了连锁反应 欧洲的军事专家指出 局势出现了颠覆 意大利的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展现这款新武器显示 俄罗斯拥有对美军发动攻击的能力而没有攻击 这至少打击了美军的虚荣性 西方用户对俄罗斯向美军展示先锋 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一做法 以及这些武器本身都感到震惊 有人指出 即使没有核弹头 这款武器也足以导致地球毁灭 另有人指出普京总统决定下美国人展示先锋高超音速武器 那么意味着他手上还有更加强大的武器 这是指俄罗斯核动力鱼雷波塞东吗